上周和大家介绍了如何用情感引导的方式管教孩子,并加深亲子关系。 今天想和大家继续聊聊,父母怎么说,孩子才会听。 我们不妨从下面这五句话开始试试。 听完今天的内容,希望大家有所收获。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, 每周我都会和大家分享科学育儿和健康烹饪的信息。 现在我们回归正题。 第一句,我们从表示对孩子的感谢开始。 一,谢谢你孩子。 常对孩子表示感激,可以调动孩子做事情的积极性和参与感, 并且随着他的成长,帮助他树立良好的价值体系。 当孩子表现得很好,很得体的时候,是个极好的机会, 可以帮助鼓励孩子固定他现在的行为。 比如,当我提前十分钟告诉孩子, 再过一小会儿,你要准备洗澡睡觉了。 这个时候我发现他不再从玩具箱里往外拿玩具了, 而是把玩具放回到玩具箱里。 又或者,他看到我开始收拾整理的时候,也帮忙一起规整。 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他,谢谢你孩子, 你知道睡觉前把玩具收拾起来,真棒。 又或者,我带他出门,路上堵车, 但是路上他并没有哭闹,而是在玩玩具或者唱歌。 下车的时候,我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, 并告诉他,妈妈看到你今天在车上一直不吵不闹, 安安静静地坐车真好。 谢谢你,妈妈开车的压力都小了好多, 不会因为担心你而紧张。 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三点注意事项。 第一,父母尽量蹲下平视孩子, 创造出平等的交流氛围。 二,我们要注意掌握好时机, 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, 我们要立即给予肯定。 三,表扬内容要具体, 要详细地告诉孩子哪里做得好, 而不是仅仅一句,孩子你真棒。 而且要着重讲述过程, 这样孩子知道父母在用心地陪伴他。 随着孩子的成长, 他们会在意过程的重要性, 而不是仅仅盯着事情的结果。 二,你可以帮妈妈吗? 我们一直都很注重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, 使他能够从小学着考虑他人的感受, 也能尽自己之力帮助别人。 比如,当我煮饭的时候, 我会告诉他, 你可以帮助妈妈守在厨房门口吗? 你可以带着你的毛龙玩具和小火车, 只是不要进到厨房, 因为妈妈在炒菜, 担心油溅出来烫到你, 然后等待他的反应。 如果他有一些顾虑或者要求, 比如他需要抱, 这个时候我会想, 他是不是已经饿了, 所以才失去耐心。 还是我今天煮饭以前, 并没有过多的时间专注地陪伴他。 还是要从孩子的需求出发, 和他达成共识。 如果他饿了, 我会先给他一些牛奶, cheese, 坚果或者香蕉虫鸡。 在他的配合之下, 我就可以安心煮饭, 而他也可以在厨房门口自娱自乐了。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, 一, 沟通。 一定要听孩子是否可以遵守, 他的要求条件是什么, 最后在双方都接受的情况下进行。 不要忽略孩子的感受和请求。 二, 父母的要求一定要细致, 这很重要。 我在之前谢谢你, 也提到过, 尽量避免笼统的词汇。 比如, 等一下我们外出要吃饭, 你可以乖乖的吗? 请问, 孩子知道怎么做才叫乖吗? 我们需要告诉他, 当我们等待上菜的时候, 你愿意画画或者贴纸吗? 或者有没有什么玩具你想要带去餐厅? 三, 你自己决定。 这句话可以增加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, 并帮助他从小建立自尊体系。 对孩子而言, 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, 他会发现有些事, 他可以自己做主了。 这好比弹簧一样, 这个弹性对孩子的发展和行为的规范有很多帮助。 作为父母, 我们要设定好这个界限, 并不是说, 像我的孩子, 两岁的年纪就可以决定自己几点睡觉。 这里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, 我们可以学着在不同的场景, 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练习讲这句话。 比如早上, 我去楼下厨房准备早餐, 他在二楼自己的房间看书, 或者玩玩具, 我会问他, 你要不要和妈妈一起下楼? 你自己决定, 或者一会儿我准备好早饭, 再来叫你。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, 一, 界限的设定, 父母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, 性格等因素, 调整设定, 不是纵容孩子, 而是给他们一定的弹性和空间。 二, 从询问开始, 要给孩子选择, 让孩子在我们设定的范围内, 逐渐开始自我选择。 选择的设定, 家长要花一些心思, 这让我想起, 在孩子十四个月到十五个月的时候, 他已经会走路了, 但还是要求我抱着他。 我偶尔会提出, 你要牵妈妈左手, 还是右手, 选项里并没有抱抱这个选择。 孩子在这两个选项里面选择, 很容易就被放下了。 我想说的是, 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选择, 而不是说, 你现在跟我回家, 还是一个人留在公园里玩。 第二个选择, 显然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, 而是让孩子被迫选择与我们回家罢了。 四, 妈妈理解你。 这在前一期内容, 情感引导里面仔细地跟大家探讨了。 我们在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前提, 是要关注他们情感的需求。 这句话尤其是和孩子哭闹的时候讲, 比如晚饭前, 我们会给孩子看十分钟左右的电视。 虽然我们会提前两分钟提醒他, 要关电视了, 请他先有个心理准备, 可往往他还是舍不得电视里面的卡通人物或者音乐而哭闹。 我们会首先, 果断地关掉电视, 不想养成他以后哭闹, 我们就会顺从他的意识。 第二, 我会过去抱抱他, 告诉他, 电视里面的卡通真的很可爱, 你很舍不得很难过对不对? 妈妈理解你, 但是现在我们要吃饭了, 你要不要陪妈妈一起去洗手?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, 我们要足够了解, 关注孩子, 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他的情感和需求, 并给予正确表达这些情绪的方法。 然后我们要给孩子一定的时间, 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, 帮助他们排解和释放这些情绪。 最后一句话,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对不起这三个字。 虽然简单, 但是作为家长, 却常常忘记了自己的亏欠, 没有及时和孩子道歉, 我们肯定会犯错, 所以要真诚地道歉, 得到孩子的原谅和理解。 所谓真诚, 就是我们要自行我们自身的问题, 而不是把责任都归在孩子的行为上, 为自己辩解。 比如, 我总是压不住自己的火器, 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, 晚上没睡好觉等等, 当孩子的行为稍有偏差, 我就会发脾气。 当我意识到自己错误以后, 就要马上找孩子, 诚恳地道歉。 我会说, 对不起, 是妈妈不好, 刚刚发脾气, 是妈妈休养不够, 你可以原谅妈妈吗? 这里我们要注意, 一, 我们要与孩子合作, 寻找解决方案。 比如, 一般晚上讲故事的时候, 我还会再总结一下当天发生的事情, 也会再跟孩子说, 妈妈今天晚饭的时候说你真的很不好, 下次如果你发现妈妈发脾气, 你可以提醒妈妈吗? 为了避免我发火, 我们两个有一个小暗号, 每当一方说pina, pina butter, 另外一方就会说jolly, 这句话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也很适用。 二, 切勿体罚, 体罚的本身, 是对孩子的报复, 这句话是我在不管教的勇气里看到的, 很震撼。 三, 最后一定要回归到真诚这里, 父母一定要避免, 要不是你, 这个句型。 这是个典型的非诚恳道歉方式, 回到前面的例子, 当我跟孩子道歉的时候, 绝不会说, 要不是你今天不好好吃饭, 弄了一地, 妈妈也不会发脾气说你。 好了,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, 也是最近我读书的一些心得体会的总结, 希望对爸爸妈妈有所帮助和启发,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一起交流学习。 下期再见啦。 下期再见啦。